绵羊有声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盗墓笔记第四部蛇找鬼城 我告诉三叔,昨天我查到的信息,这袋子是来自青海的戈尔木 那么,可以这么认为,孟游平在青海给我们寄出了这一份包裹 那么他现在人一定是在戈尔木这个城市里 那是否可以认为这两盘袋子是他在戈尔木找到的呢 然后,他就寄给了我们,这也完全无法肯定 不过,从这个袋子里倒是能知道一个问题 就是,那一批人在海底墓穴中失踪,显然并不是死亡了 他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活着 但是,行为有一些反常 这批人中的大多数应该死在了云顶天宫里 我这个没和三叔说,怕他崩溃,因为里面可能会有文锦 之后又逼着自己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问题来 三叔还要继续看录像袋,我就先回去补回龙教了 后来三叔将袋子翻录了一盘,将母袋还给了我 说自己去研究 之后几天,盘子听说三叔醒了过来,就到了吉林,将他接走了 这一次,三叔的生意损失巨大 伙计抓得抓,逃得逃 三叔在长沙的地位也一落千丈 不过三叔自己并不在乎 对于他来说,钱这种东西也只是个符号而已 临走,三叔对我说 这事情如果还有下文,让我也不要去管了 我之前完全是命大 而且身边有贵人在保我 事不过三,老天不会照顾我这么久 好好做自己的铺子是真的 以后他的那些产业,说不定还要我去打理 我表面点头,心说得了吧 你那种生活,我恐怕无命去销售 还是干我的老本行比较实在 话说修凡 三叔走了之后,我也预备了回杭州 只是也没在吉林好好待待 于是时间拖后了几日 联系了几个附近的朋友 一来是放松一下 二来是叙叙旧 我有几个大学同学在长春 于是他们赶了过来 几个人到处走走 聊聊以前的事情 我的心情才逐渐的叽叽起来 后来又去周边的城市走了走 逛了逛古玩市场 帮他们挑点古董 一来二去又是两个星期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变得有点不拘小节 以前花钱还讲个价 现在只觉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简单 不过这样呢 身边的钱就日渐少了下去 几个朋友都奇怪我的变化 铁公鸡也会拔毛 实在想不到 都问我受了什么刺激了 一次吃饭的时候 我就挑着精彩的 和那几个人说了我经历的事情 也算是吹个牛吧 说完之后竟然没有一个心的 其中一个人就笑 你说下到海底的那几个人 是否就是你让我查的那张照片呢 我听到他说 这才想起来 以前我在网络上找到过一张照片 下面有鱼在我这里 当时我就是托这个人去帮我查过 后来只查出是在吉林发在网上的 后面就不了了之了 现在想来倒也奇怪 网络这个东西真正发达起来 也就是这几年 到底是谁发的呢 既然想起来了 我就问那个人 后来还有没有查到更多的东西 那人摇头 显然并未把我的事情放在心上 只是说 这样的照片太普通了 而且年代太过久远 那个年代的资料 也一般不会上网 我只能通过技术手段 那个IP地址 是唯一能查的东西 我感觉啊 你如果真的要查 不如去国家档案局 查查哪一支十一人的考古队 在二十年前失踪了 可能会知道更多的东西 我沉吟的一声 这倒也有道理 一旁有个人更正说 哎呀 你说错了 我也看过那照片是十个人 那人摇头 不对 我感觉是十一个人呢 我心里一跳问他 为什么呀 那人就笑了 嘿 照片里排好的是十个人呢 但是不是还有一个拍照片的人吗 你们难道没想到吗 说话的那个朋友 是我的学长 我和他也不是很熟悉 只是这一批人经常在一起玩 比较聊得来 属于君子之交的那种 互相有需要就帮帮忙 不是非要好的年代一起的那种朋友 我当时找他帮忙 是因为他似乎是干技术工作的 当然 我这个做古董的 和他一点交集也没有 他具体是干什么的 我也不太清楚 如今他一语惊醒梦中人 听到这个十一个人的理论 我当即就是一身冷汗 连脸色都白了 是啊 我他娘子怎么就没想到呢 那个年代 没有傻瓜相机的 在海南的渔村 也绝对不会有什么照相馆的 能够使用照相机的 的确应该是考古对立的 一元 我想了想 的确呀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 这是十一个人呢 我只稍微想了想 就发现他说得非常有道理 我看过很多西沙考古的资料 里面都有照片 一般这样的情况 都有宣传方面的人跟着记录 可是为什么三叔的叙述中 却始终只提到十个人 从来没有提到过 这第十一个人呢 是否这个宣传的人 没有跟他们出海呢 还是三叔另有隐瞒呢 看我的样子 那几个人就哄堂大叫 那个人说 哎呀 算了 别想了 到底几个人 去他们老单位查查 不就知道了吗 考古研究所 一般隶属于文化系统 当时 他们是哪个研究所派出去的 档案应该还在 我们国家很多的档案呢 都是永久保存的 我也不言语了 反正 这也只是个推测 倘若有时间 倒是可以去查查 不过查来 如果是十一个人 我如何面对三叔的解释呢 是不是要全盘推翻他呢 这样的痛苦 未免太大了点吧 想到这里 还是不去查算了 回到杭州之后 天气还是非常的寒冷 铺子里一如既往的冷清 王蒙看到我回来 一脸的疲惫 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认出来 以为我是顾客呢 我也只能苦笑 我那些朋友和我讨论的结果 对我的打击非常大 搞得我心神不宁 又不能再次去问三叔 免得他老人家说我三心二意 心中的苦闷也没地方发泄 值得天天呆在铺子里和林铺的老板下棋 话说今年事情多 各铺的生意都不好 大家都吃老本 过着很悠闲的生活 说来也奇怪 烦人的事情 到了杭州之后想的也少了 大概是这个城市本身就非常的让人心宽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三叔 胖子来找过我几次 托我处理东西 这小子也是闲不住的人 家财万贯恢复得也快 很快竟然又说没钱了 一万才知道 在北京制了铺子就花了七七八八了 这年头确实不像以前 有个万把块一辈子都不愁了 不过他好几次带着几个一嘴惊枪的主顾来 倒也是云了不少货 想必局面打开了 也是赚了不少 这一天 我正给隔壁的老板杀的剩下一对马了 还咬牙不认输准备坚持到晚饭赖掉呢 就听到有人一路骂着过来 抬头一看竟然又是胖子 这家伙生意也太好了 隔壁老板和胖子做过生意 敲诈了他不少 看到胖子过来就开溜了 我一边庆幸不用输钱了 一边就问他发什么火 胖子骂骂咧咧 原来带着两只瓷瓶过来杭州 半路在火车上碎了一只 又没法找人陪 只能生闷气 我和他熟络了不少 也多少知道了点他的底细 就笑着奚落他 放着飞机不坐 挤什么火车呀 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 胖子骂道 你懂的什么呀 现在上飞机沿着呢 咱在潘家园也算是个人物 人家雷子都重点照顾 这几年北京国际盛会太多 现在几天一扫荡 老子有个铺子 还照样天天来磨叽 生意没法做 这不不得已才南下发展 江南重伤钱放得住 不过你们杭州的女人太凶了 你胖爷我在火车上 难得挑个话头解解闷 就给摔了个嘴巴 他娘的老子的货都给砸碎了 他娘的 谁说江南女子是水做的 这不坑我吗 我看是墙水 这事啊 胖子念叨了很多次了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火车上一女孩子长得瘦 胖子看着那女的瘦不拉击的 还化着浓妆 一边还嘴巴不是很干净的埋怨 车里味道难闻 当然胖子的脚丫子是太臭了 听着就窝火 也是太无聊了 嘴里就磕着他 说大妹子 您看您长得太漂亮 怎么就这么瘦呢 您看您那两裤腕啊 风吹裤装吊吊灯笼 里面装俩螺旋桨 他娘的放个屁 都能锋利发电 这不说完就给人扇了一嘴巴吗 我听着就乐 对他说 人家不拉你去派出所 算是不错了 你知道不 这世界上有一种叫做流氓罪 你已经涉嫌了 胖子还咧嘴 说就那长相 哎呀 说我流氓他 雷子绝对不能信 我绝对是受害者 我给他出了个主意 说以后啊 你也不用亲自来 你不知道这世界上 有种东西叫做快递吗 你呢 自己投点小钱 开个快递公司 多多打点 这物流一跑起来 一站一站 一车上送上几件名气 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胖子经营方面脑子死 听不得复杂的东西 就不和我扯这个 他唏嘘的说 说起赚钱呢 不是你胖爷我贱 这几个月我也真呆的 有点腻背起来了 你说他娘的钱赚过来 就这么花 多没意思 怎么这帮人呢 还得干那事啊 对吧 这才是人生的真谛 对了 你那三叔 最近还加不加喇嘛了 怎么没什么消息了 我说我也没怎么联系 总觉得那件事以后啊 和三叔之间有了隔阂 他不敢见我 我也不敢见他 偶尔见一次 也没什么话说 胖子也不在意 要还有好玩的事 晕我一个啊 我这几个月骨头都痒了 我心到你说来说去 不不还是为了钱吗 不还是为了钱吗 心中好笑 你这胖子秉性还真是怪 要说大钱你也见过 怎么就这么不知足呢 一山还有一山河 潘家园好客海来去了 一个个隐形富豪 好东西都在家里压砖头呢 这人比人气死人呢 都说人活一口气 有钱了 这不想着更有钱吗 我哈哈大笑 说这是大石话呀 正说着呢 大铺子外面突然探头 进来一个人 抬脸就笑 问道 老板 做不做生意呀 胖胖正挖脚丫子呢 抬眼看了看来人 哎呀的一声 哎呀 是你呀 我回头一看 来人竟然是阿宁 如今身夺一件 陋骑的T恤 穿着牛仔裤 感觉和海上大不相同 我倒是有点认不出来了 阿宁和我几乎没有联系过 我也算是打听过 这人的事情 不过没有消息 如今他突然来找我 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意外 阿宁没理会胖子 瞪了他一眼 然后风情万种的 在我的铺子里边 转了一圈 不错嘛 布置的挺古香古色的 我心到我是古董店呢 难道用超现实的装修吗 我就戒备了他 你真是稀客的 找我什么事情啊 他略有失望地看了我一眼 大概是感觉到了我的态度 顿了顿 你还真是直接呀 那我也不客气了 我来找你 请我吃饭 你请不请啊 杭州楼外楼里 我看着阿宁吃完最后一块醋鱼 心满意足地抹了抹小嘴 露出一个陶醉的表情 对我们说 杭州的东西真不错 就是甜了点 我心中的不耐烦 已经到了几点了 但是又不好发作 值得咧了咧嘴 算是笑了笑 就挥手买单 说实话 作为一个相识 请他吃一顿饭 也不是什么太过分的事 我也不是没有和陌生人 吃过饭的那种人 但是一顿饭 如涓涓细流 吃了两个小时 而且一句话也不说 一边吃一边看着 我们只是笑 真的让我无法忍受 同样郁闷的还有胖子 胖子对他的意见很大 原本是打算拍拍屁股就走的 但我实在不愿意 和这个女人单独吃饭 所以我死拖着他进了酒店 现在他肠子都毁清了 我们两个人也没吃多少口 胖子就一直在那里喝闷酒 两个人都紧绷着脸 我心里琢磨 他到底来找我干什么呢 一边想着应对的方法 甚至都想到了 怎么提防那个女人 突然跳起来扔袖剑过来 服务员过来结了账 看着我们的眼神 也是纳闷和警惕的 两个小时没有对话 脸色铁青 闷头吃喝的客人 在楼外楼实在是少见的 从他的眼神看 他可能以为我们是高利贷聚会 这个好身材的女人 吃完就要被我和胖子 卖到妓院去了 而我自己感觉 却是考试没复习的学生 突然发现老师家访 也不知道是否是货呀 等着老师进入正题的那种 忐忑不安的感觉 总之吧 这是我一辈子吃的 最郁闷的一顿饭 服务员走远之后 胖子看着桌子上的菜 冷笑了一声 看不出你吃饭 也是个狠角色呀 怎么 你为你们公司这么拼命 你们公司连个饱饭 也不给你们吃啊 阿宁扬起了眉目 我们一年到头都在野外 带着金条也吃不到好东西 和压缩饼干比起来 什么吃的都是好东西 胖子冷笑了一声 朝我看了看 使了个眼色 让我接他的话头 我咳嗽了一声 也不知道怎么说 不过阿宁显然是来找我的 让胖子来帮我问 肯定是不合适 于是硬着头皮 我就问了阿宁 我已经请你吃过饭了 我们有话直接说吧 你这次来找我 到底有什么事吧 阿宁翘起嘴角 干嘛老问这个呀 没事情就不能来找你呀 这一翘之下倒是风情万种 我感觉他看我的眼睛里 要流出水来了 胸口马上就堵了一下 感觉要吐血 下意识的就去看胖子 胖子却假装没听见 把脸转向一边 我只好把头又转回来 也不知道怎么接下去问 嗡了一声 半天说不出话来 一下子脸都憋红了 阿宁看着我这个样子 一开始还很挑尽的 想看我如何应付 结果等了半天 我竟然不说话 他突然就笑了出来 好笑的摇了摇头 真拿你这个人没办法 也不知道你这样子 是不是装的 算了不耍你了 我找你确实有事 说着他从自己的包里 掏出一包四四方方的东西 递给了我 这是我们公司刚收到的 和你有关系 你看看 我看了一下 是一份包裹 我一颠量 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大概知道了 那是什么东西 这样的大小 这样的形状 加上前几天的经历 实在是不难猜 于是我不由自主的 冷汗就冒了出来 胖子不明就理 见我呆了一下 就抢过来 展开一看 果然是两盘 黑色录像带 而且和我们在吉林 收到的那两盘一样 也是老旧的知识 我虽然猜到了 但是一确认 心里还是掉了起来 心说怎么回事啊 难道 闷尤平不止 寄了两盘 寄给我们的同时 还有另一份 寄到阿宁的公司了 那这两盘袋子 是否和我收到的 两盘内容相同呢 这小子 到底想干什么呀 龙井黑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十四集 胖子不明就理 见我呆了一下 就抢过来 展开一看 果然是两盘 黑色录像带 而且和我们在吉林 收到的那两盘一样 也是老旧的知识 我虽然猜到了 但是一确认 心里还是掉了起来 心说怎么回事啊 难道闷尤平 不止寄了两盘 寄给我们的同时 还有另一份 寄到阿宁的公司了 那这两盘袋子 是否和我收到的 两盘内容相同呢 这小子 到底想干什么呀 阿宁看着我 这是前几天 寄到我们公司 上海总部的 因为发见人 比较特殊 所以很快 就到了我的手上 我看了之后 就知道 必须来找你一趟 胖子听我说过 录像带的事情 如今脸上 已经藏不住秘密的 直向我打眼色 我又咳了一声 让他别这么激动 就对阿宁说 发见人有什么特别的 带子里是什么内容啊 阿宁看了一眼胖 又似笑非笑地转向我 发见人的确非常特别 这份快递 这份快递的寄件人 他说着 从包里掏出了一张快递的面单 你自己看看是谁吧 我看他说得神秘兮兮的 心说发见人应该是张启玲啊 这个人的确十分特殊 我现在都感觉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 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 但是阿宁又怎么知道 他特殊呢 于是我接过来 胖子又探头过来 一看 我却愣住了 面单上写的 寄出这份快递的人的名字 竟然是 无邪 我的名字 一边的胖子 莫名其妙地就叫了起来 你 我马上摇头对阿宁说 我没有寄过呀 这不是我寄的 我们也知道 你怎么可能给我们寄东西呢 寄东西的人 写这个名字 显然是为了确保东西 到我的手里 胖子兴趣已经被勾了起来 这里面拍的是啥呀 里面的东西相当古怪 我想你们应该看一下 自己去感觉吧 我心里的疑惑已经非常厉害 此时也忘记了防备 脱口就问阿宁 是不是一个女人一直在梳头啊 阿宁显然有点莫名其妙 看了我一眼 不是 里面的东西 不知道算不算是人呢 在吉林买来的几台录像机 我寄了回来 就放在家里 不想阿宁知道我实际的住址 虽然他可能早已经就知道了 所以拆遣了王蒙 去我家取了过来 在铺子的那一堂接拨好 我们就在那小电视上 播放那盘新的袋子 袋子一如既往是黑白的 雪花过后 出现了一间老式房屋的那一堂 我刚开始心里还沾了一下 随即发现 那房子的布置 已经不是我们在吉林看的 那一盘里的样子了 显然是换了个地方 空间大了很多 摆设也不同了 不知道又是哪里 当时在吉林的时候 和三叔看完了那两盘袋子 后面全是雪花 看了很多遍 也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 此时有新的袋子 心想也许里面会有线索 倒是可以谨慎点再看一遍 王蒙给几个人都泡了茶 胖子不客气的 就躺到我的躺椅上 我只好坐到一边 然后打发王蒙 到外面去看铺子 一边谨慎地 尽量和一旁的阿宁保持距地 不过此时阿宁也严肃了起来 面无表情和刚才的俏皮 完全就是两个人 内堂中很暗 一边有斑驳的光照了进来 看着透光的样子 有点像明清时期老宅用的那种木头花窗 但是黑白的也看不清楚 可以看到此时的内堂中并没有人 胖子向我打眼色 问我和闷油屏给我寄的录像带里的内容 是否一样 我略微摇了摇头表示不是 他就露出了很意外的表情 转头仔细看起来 不过后面大概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画面一直没有改变 只是偶尔抖一个雪花 让我们心里跳一下 我有过经验 还算能忍 胖子就沉不住气了 转向阿宁 我说宁小姐 你拿错带子了吧 阿宁不理的 只是看了看我 我却秉着呼吸 因为我知道这一盘应该同样也是监视的带子 有着空无一人内堂的画面是十分的正常 阿宁既然要放这盘带子 必然在一段时间后 会有不同寻常的事件发生 见我和阿宁不说话 胖子也讨了个没趣 喝了一口茶 就想出去 我安了他一下 让他别走开 他再坐下 东挠挠西抓抓 显得极度的不耐烦 我心中有点暗默 也不好发作 只好凝神静气 继续往下干 看着上面的那堂 自己也有点不耐烦起来 真想用快进 往前进一点 就在这个时候 阿宁突然正了正身子 做了一个手势 我和胖子 马上也坐直了身子 仔细去看屏幕 屏幕上 那堂之中 出现了一个灰色的影子 正从黑暗中挪出来 动作非常的奇怪 走的也非常的慢 好像喝醉了一样 我咽了口唾沫 心里有几分猜测 但是不知道对不对 此时也紧张起来 很快 那白色的影子 明显了起来 等他挪到了窗边上 才知道 为什么这个人的动作 如此奇怪 因为他根本不是在走路 而是在地上爬 这个人不知道 是男是女 只知道他蓬头垢面 身上穿着 犹如练服一样的衣服 缓慢的 艰难的 在地上爬动 让我感觉到奇怪的是 看他爬动的姿势 十分的古怪 要不就是这个人有残疾 要不就是这个人 受过极度的虐待 我就看到过一个新闻 有些偏远农村里 有村汉把精神出了问题的老婆 关在地窖里 等那老婆放出来的时候 已经无法走路了 只能蹲着走 这个人的动作 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 我们都不出声了 看着他爬过了屏幕 无声息的消失在了另一边 接着 我们面前又恢复了一个 静止的安静的内躺 整个过程有七分钟多一点 让人比较抓狂的是 没有声音 看着这样一个人 无声无息的爬过去 非常的不舒服 阿宁按着遥控器 把带子又倒了过去 然后重新放了一遍 接着 定住阁 对我们说 后面呢 不用看了 问题就在这里 胖子摸了摸头 问我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天真无邪同志 这人是谁呀 我也郁闷 我怎么知道啊 原本以为会看到霍灵再次出现 没想到竟然不是 这就更加让我疑惑了 看着那抠露的样子 如果确实是同一个人寄出的东西 那录像带应该还是霍灵录的 难道霍灵到了这一盘录像带里 竟然老的 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吗 胖子又去问阿宁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拍的是什么东西 阿宁问我们 你们感觉 你们自己看到了什么 我这还用问吗 我说 这不就是个人吗 在一栋房子地板上爬来爬去的 阿宁不理他 很有深意地看着我 你说呢 似乎他想从我身上看出什么东西来 我看着阿宁的表情奇怪 难道不是吗 他有点疑惑的 又有点意外地眯起了眼睛 你就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我听了莫名其妙 看了一眼胖子 胖子则盯着那录像带 在那里发出呃呃的声音 摇了摇头 我是没有 阿宁盯着我好久 才叹了口气 那好吧 那我们看第二卷 我希望你能做好心理准备 说着 第二卷袋子也放了进去 这一次阿宁没有让我们从头开始看 而是开始窥进袋子 直到近到十五分钟的时候 他看向我 你最好深呼吸一下 我给他说的还真有点慌了 胖子则不耐烦了 哎呀小看人不是 你也不去打听打听 咱们小吴同志也算是场面上跑过的 上过雪山下过怒海 我就不信还有啥东西能吓走他 你别在这里煽动你们小女人情绪了 小吴 你倒是说句话呀 是不是这个人啊 我不去理他 让阿宁就开始吧 在自己铺子的内室里 我也不信我能害怕到哪里去 阿宁瞪了胖子一眼 录像又开始播放 场景还是那个内堂 不过摄像机的镜头好像有点震动 似乎有人在调节他 震动了有两分钟 镜头才扶正 接着一张脸从镜头的下面摊了上来 刚开始对焦不好 靠得太近看不清楚 但是我已经看出那个人不是霍灵 接着那个人的脸就往后移了移 一个穿着灰色练衣一样的人出现在镜头里 他发着走坐在地上 头发蓬乱 但是几个转动之下 我还是看到了他的脸 与此同时胖子就惊讶地打叫了一声 猛地转头看我 而我也顿时感觉到一股寒意 从我的背脊 直上的脑门 同时张大了嘴巴 几乎要窒息了 屏幕上 那转头四处看 犹如疯子一样的人的脸 非常的熟悉 我足花了几秒钟才认出来 那竟然 是我自己 我们三个人安静了足足有十几分钟 一片寂静 齐肩胖子还一直看着我 但是谁也没说话 电视的画面给阿宁暂停了 黑白画面上定格的 是那张熟悉到了极点的脸 烹头垢面之下 那张我每天都会见到的脸 我自己的脸 第一次让我感觉如此的恐怖和诡异 以至于我看 都不敢看了 良久阿宁才出了声音 他轻声地说 这就是 我为什么一定要来找你的原因 我不说话 也不知道怎么说 脑子一片空白 根本不知道如何反应 胖子张了张嘴巴 发出了几声无法言语的声音 晃了 才吐了出来 你 我 小巫啊 这 这个人是你吗 我摇头 感觉到了一阵一阵的悬晕 脑子根本就无法思考 用力捏了捏鼻子 对他们摆手 让他们都别问我 让我先冷静一下 他们果然都不说话了 我真的深深地呼吸了几口 努力让心里平静下来 再问阿宁 是从哪里寄过来的 从记录上看 应该是从青海的格尔木寄出来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 果然是从同一个地方发出的 看袋子的年代 和拍霍灵的那两盘也是一样 不会离现在很近 那这一两盘和我收到的两盘 应该有着什么关系 可以排除 不会是单独的两件事情 但我脑子里绝对没有穿过那样的衣服啊 在一座古宅里爬行的经历 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我心里很难相信屏幕上的人就是我呀 我一时间就感觉这是个阴谋 我又问他 除了这个 还有没有其他什么线索 他摇了摇头 唯一的线索就是你 所以我才来找你 我拿起遥控器倒了回去 又看了一遍过程 遥控器被我捏的都发出了啪啪的声音 看到那一瞬间特写的时候 我虽然有了心理准备 但是心里还是猛的沉了一下 黑白的屏幕虽然模糊不清 但是里面的人 绝对是我不会错呀 胖子还想问 给阿宁制止了 他走出去 对王蒙说了句什么 后者应了一声 不久就拿来了瓶酒回来 阿宁把我的茶水倒了 给我倒了一杯酒 我感激地苦笑了一下 接过来大口喝了一口 辛辣的味道冲入气管 马上就咳嗽起来 一边的胖子轻声地对我说 你先冷静点 别急 这事也不难解释 你先确定 这个人真的不是你吗 我摇了摇头 这个人肯定不是我 胖子咧嘴问我 那你有没有什么兄弟 和你长得很像啊 你老爹别在外面 会不会有那个傻 我自己都感觉到好笑 这不是某些武侠小说中的情节吗 怎么可能会发生在现实中呢 苦笑着摇头 又大口喝了一口 阿宁看着我 又看了很久才对我说 如果不是你 你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心到你问我 我问谁去 心里已经混乱地不想回答他了 事情已经完全脱离了 我能理解的范围 我一时间无法理性地思考 最主要的是 我摸不着头脑的同时 心里同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但是我又抓不住 这种感觉的任何线头 这又让我非常的抓狂 一边的胖子又说 那既然都不是 那这个人只可能是戴着你样貌的面具 看来难得有人非常满意你的长相啊 你应该感到欣慰了 你想会不会有人拍了这个袋子 来耍你玩啊 我按骂了一声 人皮面具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但是所谓人皮面具 要伪装成另外一个人容易 但是要伪装成一个特定的人 就相当难了 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人要做一张 我相貌的人皮面具 必须非常熟悉 我脸部的结构才行啊 而且了解我的各种表情 否则就算做出面具来 只要佩戴着一笑或者一张嘴 马上就会露相啊 这录像带里的画面 肯定隐藏着什么东西 就算真的是有人戴着我相貌的面具 也会出现大量的问题 比如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他从哪里知道我的相貌呢 他用我的脸又做过什么事情呢 怎么会出现在录像中呢 录像中的地方是哪里呢 又是什么时候拍摄的呢 和火灵的录像带又有什么联系呢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甚至有错觉 心说又或者这个人不是戴着人皮面具的 我才是戴着人皮面具的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 竟然想看看自己是不是无邪 两个儿捏上去生疼 显然我脸是真的 自己也失消了 霍灵的录像带 以及有我的录像带 以张启灵的名义和无邪的名义 分别寄到了我和阿宁的手里 这样的行为 总得有什么意义吧 一切的匪夷所思 一下子又笼罩了过来 那种我终于摆脱掉的 对于三叔谎言背后真相的执念 又突然间在我心里蹦了出来 晚上还是楼外楼 我请胖子吃饭 抬着中午的桌子 整个下午我一直沉默 阿宁后来等不下去了 就留了一个电话和地址 回自己的宾馆去了 让我如果有什么想法通知他 他明天再过来 我估计就一个晚上 我也不会有什么想法 也只是应付了几声 就把他打发走了 胖子本来打算今天晚上回去 但是出了这么个事情 他也有兴趣 准备再待几天 看看事情的发展 他住的地方是我安排的 而且中午没怎么吃饭 就留下来继续吃我的贱饭 龙井黑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十五集 晚上 还是楼外楼 我请胖子吃饭 抬着中午的桌子 整个下午我一直沉默 阿宁后来等不下去了 就留了一个电话和地址 回自己的宾馆去了 让我如果有什么想法通知他 他明天再过来 我估计就一个晚上 我也不会有什么想法 也只是应付了几声 就把他打发走了 胖子本来打算今天晚上回去 但是出了这么个事情 他也有兴趣 准备再待几天 看看事情的发展 他住的地方是我安排的 而且中午没怎么吃饭 就留下来继续吃我的贱饭 那服务员看着我和胖子又来了 但是那个女的不在 可能真以为被我们卖掉了 一直的脸色就是怪怪的 要是平时我肯定要开他的玩笑 可是现在实在是没心情 当时阿宁刚走 胖子就问我 小吴啊 那娘们不在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可以说了吧 我朝他也是苦笑 说我的确是不知道啊 并不是因为阿宁在 所以装糊涂 胖子是一脸的不相信 在他看来 我三叔是大大的不老事 我至少也是只小狐狸 那录像代理的人肯定就是我 我肯定有什么苦衷不能说 我实在不想解释 随口发了个毒誓 他才勉强半信半疑 此时韭菜上来 胖子喝了口酒 就又问我 我说小吴啊 我看这事不简单 你一个下午没说话 到底想到啥了没有 你可不许瞒着胖爷我 我摇了摇头 皱起眉头对他说 想是真没想到什么 这事我怎么可能想得明白呢 我就连从哪里开始想 我他娘的都不知道 现在唯一能想的 就是这袋子到底是谁寄的呢 下午我想了很久 让我很在意的是 第一 从袋子上的内容来看 我与霍灵一样 也知道 那摄像机的存在 显然 我并不抗拒那东西 第二 霍灵的那盘袋子 拍摄的时间显然很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 应该就拍了 如果两盘袋子 拍摄于同一年代 那阿宁袋子里的我 也应该是生活在九十年代呀 而那个时候 我清清楚楚的记得 我还在读中学呢 不要说没有拍片子的记忆了 就算样貌也是很不相同的呀 我是个阴谋论者 但如果我的童年 也有假的话 我家里从小到大的照片 怎么解释啊 我的那些同学朋友 又怎么解释呢 现在看来 我最想不通的 是谁寄出了 这个袋子给阿宁的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难道他只是 想吓我一跳 实在是不太可能啊 胖子拍了拍我 算是安慰 又自言自语地说 冒充你寄东西给阿宁呢 会不会也是那小哥呢 我叹了口气 心说 这谁也不知道啊 想起阿宁对包裹署名的解释 心里又有所疑问 如果阿宁的包裹 是用画名寄出的话 会否我手上的 那两盘录像带 也是用的画名呢 使用张启玲的署名 也是为了袋子 能够到达我的手上呢 寄出袋子的 不是他 而是另有其人呢 毕竟我感觉 他实在没理由 会寄这种东西过来 录像带和他实在是格格不入啊 不过不是他又会是谁呢 内容和西沙那批人有关 难道是西沙的那批人中的一个吗 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于是问胖子 对了 胖子 你脑子和别人不一样 你帮我思考一下 这事情可能是怎么回事 就靠你的直觉 直觉 胖子挠了挠头 你这他妈的不是难为胖爷我吗 胖爷我一向连错觉都没有 还会有什么直觉呀 我心说也是 要胖子想这个 的确有点不靠谱 毕竟他和闷牛平不太熟 对西沙的事情也不了解 至少没我熟悉 说起闷游瓶 那我又算不算了解这个人呢 我喝了口酒 一边就琢磨 闷游瓶给我整体的感觉 就是这个人不像是个人 他更像是一个很简单的符号 在我的脑海里 除了他救我的那几次 似乎其他的时候 我看到的他 都是在睡觉 甚至我都没有一丝一毫的线索 去推断他的性格 如果是普通人 总是可以从他的说话的腔调啊 或者一些小动作 来判断出此人的品性 但是偏偏他的话 又少得可怜 也没有什么小动作 简直就是一个 一点多余的事情都不做的人 只要他有动作 就必然有事情发生 这也是为什么好几次 他的脸色一变 所有人头上都开始冒汗的原因 想了想 我又对胖子说 那就不用直觉 你就说说 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哪怕一点也好 给点支持 胖子就叹了口气 哎呀 他娘的 你真给我们无产阶级丢脸哪 我感觉是没有 不过不对劲的地方 倒是真有一个 你刚才说的时候 我注意到有个细节 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 什么细节 你不是说那小哥 寄给你的录像带有两盘吗 其中一盘 有那个女人在梳头 另一盘是空白的 什么都没有 我点头 确实是这样 这他娘的就不对了 又是空白的 他寄给你干什么呀 这不是没有道理吗 他干嘛不直接 寄第一盘得了 何必要凑齐两盘了 我叹了口气 当初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整件事情 非常的匪夷所思 所以这些小方面的 不合情理的地方 我也没有经历 去细细的想 当时感觉 应该是对方 别有用意 只是我并不知道 他的用意而已 胖子听了就摇头 说不对 这事情如果照你这么想 那也太没有头绪了 咱们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 这不是悬疑小说 不应该有这么 没头没脑的事情发生 我看咱们可能有点把事情 想得太复杂了 也许对方寄这录像带来 有着十分简单的理由 我脑子有点抗拒思考 不想去想 就让他说说他的想法 倒也不是想法 只是感觉到 你想问题的方式不对 似乎给人漏糊涂了 咱们直接点想 对方寄了两盘袋子 给你一盘有内容 一盘没内容 也就是说 其中一盘完全可以 不需要寄 而对方 却还是寄出来了 对不对 我点了点头 那不就是了吗 这在这件事情当中很正常 因为寄袋子的人 让人感觉到匪夷所思 我们主观就认为 他做任何事情 可能都有着深意 但是他娘呢 如果不这么想 假设寄东西的那小子 是个普通人 你认为普通人 在这种情况下 会不会这么做呢 我想总不会吧 要是我寄袋子给你 我干嘛还搭一盘 空白的寄过来 这不是有毛病吗 我感觉这里边 肯定有文章 你再想想看 是不是有道理 我点了点头 胖子永远会给人惊喜 确实这个问题 我没想到这么深 我靠在座椅上 想着胖子的话 陷入了沉思 一个普通人 在什么情况下 会用这种方式 寄东西过来 一盘有内容的录像带 加上一盘没有内容的录像带 这样的组合 是有什么用意呢 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我告诫自己 用直觉去想 想想自己以前 借路向带的时候 什么情况下 会做这种事情呢 一想 还真想到点 以前的事情 心里一跳 感觉到好像 确实有一段时间 自己也做过 同样的事情 一边的胖子 正在吃东坡肉 看着我的样子就问 怎么了 想到什么了 我歪了歪头 让他别说话 自己心里品味着 刚才想到的东西 想着想着 以前的回忆 就出现了 我沉吟了一声 突然一下就意识到 是怎么回事了 猛着站了起来 对胖子说 我靠 原来这么简单 别吃了 我们马上回去 说着就往外跑去 胖子肉吃了一半 几乎喷了出来 又不吃了 中午都没吃 有你他娘的 这么请客的吗 我急着回去 验证我的想法 回头对他说 那你吃完再过来 胖子原地转了个圈 也是拿我没办法 只好跟了过来 临走 对服务员打叫 这桌菜不许收 胖爷我 一会儿回来 还得接着吃呢 他娘他 给我看好了 要是少根葱 我回来 就拆你们招牌 说着 跟着我就出了门 楼外楼离我的铺子不远 我急匆匆地跑回去 王蒙是五点一刻下班 绝对不多留半分钟的人 早就锁了 我开了锁进去 来到那堂之内 阿宁带了的袋子 给他带了回去 我就翻出了我自己那几盘袋子 胖子紧跟着我进来 帮我接拨电源 但是我却没打算再看一遍 而是翻了几个抽屉 找出了一把螺丝起子 胖子看不懂了 问我干什么 我心里翻腾着 也顾不得回答他 就开始拆卸那袋子 如果我想到的不错的话 这事情他娘的还真的是十分十分的简单 甚至我都做过很多回了 两盘袋子 其中一盘录像袋竟然是空白的 那就是说里面的内容根本就不重要 对方要寄给我的 是录像袋本身 而不是让我们看里面的内容 所以里面是空白的 或者有影像 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他寄来的这盘袋子 只有一个理由 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理由 而我的推测也非常容易验证 以前中学的时候 捣鼓过不少这东西 拆起来也不难 三下五除二 就把袋子分离了开来 然后我小心翼翼的 拿起来一边一抖 一边看着的胖子就惊叫了一声 录像袋的里面 一面的塑料壳内面 果然贴着一片东西 胖子惊讶地说 你奶奶个熊 你怎么想到的 我咧了咧嘴也顾不得笑 就拍了他一下 那是你想到的 撕下那东西一看之下 我挨压了一声 只觉得心都扭了起来 那是一张便尖纸 上面非常潦草地 写着十几个字 青海省格尔墓市 昆仑路德尔申相 三四九杠五号 认识字的人一看就知道了 那是一个格尔墓市的地址 亚的 我不由自主地就冒属了精强 我擦了擦头上的汗 心中有一种喜悦 总算给我撂中了一样东西 原来真的 是我自己想的太多了 这是一石二鸟啊 一来可以保护这张东西 不受长途运输的破坏 二来 如果这东西给人截获了 一时间对方也想不到 他里面藏的东西 特别是 如果录像带的内容 足够吸引那个 截获者的注意力的话 我心里明了 可以肯定 对方要防范的那个截获者 就是我的三叔 里面内容 只有三叔看了之后 才会吃惊 事实也是 他的确被录像带里的内容 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 这事情只要推断一下 就很明显 因为如果他直接 记着地址过来 按照当时的情况 这东西必然会落到三叔手里 和最开始的那份 战国伯书复印件一样 想通了这些 我就非常的神情气爽 马上又拆掉了另一盘袋子 这一盘袋子里 却不是纸片 而是一把老旧的黄铜钥匙 而且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最流行的四八零锁的那种钥匙 拿起来展开 可以发现钥匙 有点年头了 铜皮都发黑了 钥匙柄的后面 贴着胶布 上面写着一串 模糊的数字 306 胖子在边上说 看来对方是想邀请你过去 连房间都给你开好了 我看着那地址和钥匙 就在那里发愣 胖子说得对呀 我刚才也在想这个事情 看样子记录像带的人 真的是想让我找过去 这把钥匙 应该就是纸上地址所在的门钥匙 那这样看来 我过去 对方可能也不会在家 他是想让我自己参观吗 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念头 难道那房子 是那小哥的家吗 他知道自己可能回不来 所以托人 把他家的钥匙寄给我了 算是留遗产给我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也许到他家里去 还能知道他的过去呢 不过 这怎么想 也不太可能啊 另外这样的话 阿宁那两盘录像带里 难道也有东西吗 当天晚上 我辗转难眠 靠在床檐上 一根一根地抽烟 我平时只有郁闷的时候 才会抽一根 但是现在怎么抽 都是没用 心里还是难受 回想着整件事情 从我最初 收到录像带开始 到现在发现录像带里的东西 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然而每多一次的发现 就让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更加的复杂 事实上 录像带的秘密 虽然被我发现了 但是 真正让我心烦意乱的 还是录像带的内容 不管对方 是想其中的内容 来做掩护啊 还是只不过随手拿了两盘 其里面的内容 绝对会吸引观看者的 所有注意力的 而这些内容 是无法伪造的 他这样的人 也不可能会熟悉 录像带的录制方式 那么 他是从哪里搞到的袋子呢 这样的录像带 我可以肯定 不止这几盘 按照录像带的记录时间 记录满一天 就需要八盘左右 寄给我一盘是空的 一盘是有内容的 这说明 对方在拿录像带的时候 有很多的选择 那至少说明 那个地方 可能还有其他录像带 里面霍灵和我 监视着自己的行动 显然有不得已的目的 不会是为了好玩吧 当然 最让我在意的 还是阿宁的那两盘 我一直自诩为一个局外人 一直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天头 自己跟着三叔 第一次是因为自己率性而为 第二次是为形势所迫 第三次是莫名其妙的 听从安排 每一次只要说一个不字 就没有我的事了 所以事情突然一下子发展到 似乎连我也牵涉了进去 就有点找不着北了 不过胖子这一次的提示 让我犹如醍醐灌顶 我已经感觉到 自己考虑问题的方式 似乎太过复杂了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 自己困扰自己的习惯 真的使得原本 十分简单的事情 变得很复杂 或许 事情本身就如这件事情一样 一点曲折都没有 我想了很多 此时又想到 当日李晨州和我说的 这件事情也许和我有莫大的关系 想想三叔处心积虑地骗我 他既然不想让我参与这件事情 又为什么要让我跟着上雪山呢 李晨州的话 其实非常的有道理 我又回忆了我的过去 我记忆中任何有可能 使得自己和这件事情 沾上关系的 真的是一件都没有